做善事的人不应该拿钱 马铃薯叔叔发工资有错吗? 就来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来龙去脉 马铃薯叔叔是马来西亚一个很知名的慈善家、原名教官志廷 据说他经常派送马铃薯给不爱吃饭的小孩子 加上他在做善事的时候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名字 所以小朋友就这样称呼他 他也沿用这个名字到现在 在去年马来西亚多个地方就发生大水灾 马铃薯叔叔就在社交媒体发起了这个 8周大水患赠灾基金就成功筹到300万令吉 然而近日就有网民至于这些善款的去向 觉得马铃薯叔叔的拨款很慢 而且账目不透明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网民就在网络上面声讨马铃薯叔叔 觉得他可能是老千有贪污吞了这些善款 那他本人也针对这件事情做了几次的回应 那我简单的总结两点 第一,他的账目现在已经公开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查看的话可以到他的官方脸书 第二,善款拨的慢的原因 是因为他每个案例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以免有人欺骗善款 而当他公开他的账目的时候 又延伸了新的一个争议点 就是他每个月的云印开销竟然高达20万 而且旗下有70个领薪的员工 如果把20万除以70个员工的话 那么一个人的薪水是接近3000 那么马铃薯叔叔到底有没有贪污 到底这个账目是否干净 到底有没有篡改 这件事情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这些东西就交给专业人士或者是警察去处理吧 而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是 做善事的人应该领薪水吗? 我个人的观点是 可以不拿 但是拿也没错 攻击那些做善事还要拿薪水的人 就好比你跑去这个老人院 去骂那些嘎嘎 嘎嘎,我开这个慈善中心 就是要帮助那些老人 我叫你扫地骂地一下 为什么你要收我钱? 或者是跑去医院骂医生 医生,你不是很喜欢帮人才做医生的吗? 为什么你帮病人开刀要收钱? 一样的道理 别人做善事做义工不收钱 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 做了善事而受酬劳这件事情而攻击他 我们常说 做好事的人应该得到奖励 做坏事的人应该得到惩罚 那么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我们给他们一点点钱 这样不也是正确的一件事吗? 马铃薯叔叔拿着善行人士 好几百万的善款 肯定要请很多的人 帮他开车啊 买东西啊 送物资等等 这样才能提升正宅的效率 那么如果他有几百万 但是那些帮他做事的人 他一分钱都不要付给他们 那样才很过分的 即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界宣明会 或者是词记等等 其实很多在里面服务的 都是有领薪水的 真正零酬来的义工 其实并不多 义工呢 这个词很好听 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 有多少的人呢 愿意放下家庭啊 愿意放下工作呢 全年无休的去帮助这些老人 孤儿或者是弱势团体呢 所以如果要更有效率的做善事呢 那么就一定要花钱请员工 让员工可以不愁吃 不愁穿的情况下 无忧无虑的去做善事 如果呢 马铃薯叔叔叔呢 最后真的被警察查到 有贪污的现象 那么他真的应该被抨击 但给参与正宅的人酬劳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没错的 最后呢 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也是一个知名的作者呢 在我的这个词源脸书 留下的留言 义工呢 之所以叫义工呢 是因为义工帮忙 才能叫义工 那么如果是有拿少少酬劳的 我们可以叫他是善心人士 但不能叫他义工 那如果是长期在慈善团体工作的 有领固定薪水的 那他就是员工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你的这个善款呢 百分之百 到达这个弱势团体的手中呢 那么我劝你呢 就一定要亲自去购买物资 亲自去运送这些物资 挨家挨户的送 但凡呢 把你的善款交给这些 有规模的慈善团体 你的善款都是要被扣掉 运营成本的 好的 再次声明 马上叔叔叔 到底有没有贪污呢 这件事情呢 我不方便评论 因为我不清楚 但是呢 我是觉得 做善事的人 拿酬劳这件事情 是没错的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呢 也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也欢迎留言 让我知道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秉彦 我们下次见 拜拜